西在山淮谷,唐代,刘雨昕,王俊楼传下一周,精灵王气黯然收,千寻铁锁沉江底,一片匠翻出石头,人世起回伤往事,山形依旧枕寒流,金逢四海为佳日,顾磊潇如笛秋。 创作背景,这首诗是刘雨昕于公元824年,唐木宗长庆四年所作。 四年,刘雨昕由奎州至今重庆奉捷,四时调任河州至今安徽河县,四时,在沿江东下赴任的途中,经西塞山时,触景生情,府京追悉,写下了这首感叹历史新王的诗。